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博树博士 他也是我们护照基金会的理事 最后一位就是著名的民运理论家 也是老四哥的胡平 胡平总编辑 北京之村的总编辑 那么在他们四个人做主题发言之前 那我先选读一下严家祺先生的一个书面发言 因为我们这次开会 我说我给他通电话 我说你能来吧 他说我还是希望来的书军 但是我现在七十六 有时候要足够活 我这个行动不变 我还是喜欢能参加 但是我头脑还是挺清醒 我写文章还是能写 我说那你就写 你简单一写 你搞一个书面发言 那么我们再说 我给你念一下 他说好 他是前天晚上就发来了 还有高大姐 他们都很关心我们这个会议 所以在这四个主题发言之前 我先把严家祺的书面发言给大家念一遍 好吧 严家祺先生在你纪念胡耀邦逝世 二十九周年会议上的一个书面发言题目是 世界千篇一遍 旧戏一再重演 严家祺 在胡耀邦逝世的二十九年来临之际 纽约胡赵基金会在远离中国的纽约纪念胡耀邦 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是毛泽东时代后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二十九年过去了 中国已经扫荡了胡耀邦赵紫阳精神 今天的中国虽然也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 但这是一个毛泽东大跃进式的改革开放 现在这个时代的重要的标志 就是清除了邦胡赵的改革开放 和1982年的宣法国家主席的现任制 今年三月十一日 中国修改宣法 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从此 习近平就可以终身担任国家主席 世界千篇一律 旧戏一再重演 习近平大概不知道 他所推崇的马克思 曾经嘲笑过想当皇帝的拿破仑的侄子 马克思在拿破仑的侄子当了总统后 废除了任期限制 想当皇帝 但还没有成为皇帝的时候 在1852年春天 就在纽约出版的革命创感号上 马克思发表了长篇文章 题目是 路易 沃达巴的5月18日 文章中说 黑格尔在某些地方说过 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 可以说都出现过两次 他忘记补充了一点 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 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马克思说的悲剧 就是拿破仑在1799年发动5月18日政变 而笑剧 就是指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达巴 在1851年12月 为了废除总统任期限制 想当皇帝而发动的政变 马克思当时写道 在1848至1851年间 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 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 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 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 早已死灭的时代 现在 中国宣布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这是大清王朝时代 袁世凯称帝的早已死灭的时代 世界上有过多次废除共和 狂袍加深的事件 真是太阳下面没有心事 在没有法治或普遍腐败的土地上 手握军事大权的首脑人物 往往会以创造新时代为名 废除最高权力的现任制 通过终身制 通过终身制而复辟帝制或君主制 秦始皇以来 两千多年的历史表明 帝制可能有繁荣时期 但是繁荣过后 就是争夺最高权力的混战和率败 就是王朝循环 纪念胡耀邦 我们今天就是要纪念 辛亥革命的共和精神 纪念胡赵的无私精神 纪念胡赵时代 1982年宣发 埋葬终身制的精神 我们坚信 辛亥革命以来的共和国 是任何人不能颠覆的 中国的不远的将来 一定会走向新的共和 今天 祝纽约纪念胡耀邦 适时二十周年国际研讨会 圆满成功 严家祺 2018年4月17日 这是严家祺给我们会议 做了一个书面发言 那今天